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年底我就决定给您做一个年度最爱 这期视频年度最爱的大部分都是化妆品 或是有一些生活小物 好 那就干净的开始吧 你就按这个化妆顺序说吧 第一个是妆前乳 不好意思 今年没有 我今年用过的妆前乳可能不是特别多 只用过五六款吧 我用过下来就觉得都一般般 没有达到我心中很喜欢 很想要去用它的一个欲望吧 所以今年就没有这个妆前乳的年度最爱 下根粉底液 年底突然发现或者是它今年年底刚出 雅诗兰黛的汽水粉底液 比如说我今天整个妆基本上都是用我今天要给您分享的年度最爱东西用的 色号是2C0 它属于一个冷调里面的第二白色号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以 是个比较自然的肤色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想要稍微白的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我之后可能要再买的话 我会买它的第一白色号 这款粉底液到脸上会起到一个挺漂亮 挺自然泛出来的 原本皮肤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粉底液 这一块有点长 并且它的妆感不会特别的厚重 即使我叠加两层 它这个妆效也是比较清透的 然后它遮瑕力度我觉得是属于中等 稍微偏上的一点点 其实啊 你又要它遮瑕好 你又要它轻薄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款粉底液呢 能做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平衡 刚刚上妆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粉感 但是等一个小时之后或是等半个小时之后 等它和你的皮肤融合在一起了 就哇 真的太过美了吧 很多粉底液到脸上氧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那么这款粉底液大概是在七个小时以后才会开始氧化的 其实七个小时以后啊 已经是属于比较长的 我是粉的偏干皮 我冬天呢是比较怕干的 因为我一干我鼻子这一块啊 它就起皮啊 它保湿力度是不错的 是要秋冬去使用的 我粉底液弄了之后呢是遮瑕 那么不好意思今年也是没有我特别喜欢遮瑕 可能是遮瑕可能满足不了我 那么今年我会继续的寻找一些我的本命遮瑕高 画眉毛啊 因为我这个眉毛没有的话就整个很奇怪 这个是我之前说过的橘朵的眉膏 这两个色号一个是 四号一个是三号 四号是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三号是一个比较浅的棕色 这两个四号我都有用四号去把轮廓画出来 再用三号去填充了我的眉色 这是我第一款眉膏 我没有用眉膏之前 我一直都是用眉粉 或是眉笔 但是我用过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回不去了 太好用 如果说你是对自己的眉型 比较明确的 知道以上笔是怎么画的 那么 这个眉膏 一定要买 你可以看一下 我用了三个月 只有那么的一点点 我每天上班都用我每天出门 只要出门 我必须画眉毛 它价格好像只要三十多块钱 哇 超级耐用 擅色度挺强的 很适合我们来画眉毛 因为有些眉笔 它擅色度不强 涂来涂去涂来涂去 要画好久好久 而且它持妆力度非常棒 如果说你现在大力擦它呀 它是不会掉的 除非说你超级暴力的擦它 它才会掉 所以我觉得这款眉膏真的 太好用了 下一个是定妆 这个 我的妈呀 必须分享给你们 而且它是我难得的化妆品铁皮哦 CT的粉饼 我的色号是1号色 最白色 但其实它这个色号上年之后 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效果 你们可以看到 铁皮耶 而且这款粉饼 是我大概10月份才拿到的 就用了两个月 就铁皮哦 我每天上班这个粉饼 不放到包里面 我都不安心 说它优点之前 我先说一下它缺点 因为它比较扁啊 你只能放一些很薄的粉饼 像我这样子的 它是没有配粉饼给你啊 这是我自己的 但它优点实在是太好 所以我就把这个缺点忽略掉了 这款粉饼非常适合拿出去补妆 首先有个镜子 你能看到自己的一个妆效情况 然后通常我补妆是化妆之后的五六个小时才补妆 那时候我的粉底液可能有点暗沉 或是我的脸有一点出油 你能看到它粉的很细很细 你清洁打一层之后 你整个脸的油光瞬间的抹掉 如果说你说它没有粉饼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是相对粉饼来说是比较薄的 眉毛之后我是换眼影啊 我还挺纠结的 我说两个脸都最爱的 首先第一个是单色眼影 也是colourpop的这一个 字号是lala 这个太棒了吧 真的没有其他形容词了 你能看到我用到有一点点的凹线 其实这个荼灯的眼影啊 很耐用欸 你用一点点就很上色 lala这个颜色是一个很漂亮的金棕色 其实我平常啊 可能上班或者是 就画一个很淡的妆的时候 我只用这一款眼影就已经够了 只要轻轻的弄一点 然后涂抹在眼尾 整个眼睛看起来就会很深邃 看起来就很漂亮 所以这款眼影 你们下单的话一定要买这个 再下个眼影我想给你们分享一点眼影盘 是这个too face的桃子盘 我知道这一款已经有点过气了 就是前段时间很苦恨 这段时间没什么人说 但是它属于我的年度最爱哦 也许我如果还留着这个包装盒 就觉得我好像很少又没有 因为基本上我的眼影盘 我都会留着这个包装盒 就看起来很强迫症 就讲很整齐 当时我拿到这款眼影盘 就觉得哇真的 怪不得那段时间这么酷 首先打开来是这样子 整个铁盒包装 哇很高级欸 就很少眼影盘会做铁盒包装的 并且它上面啊就是头子的浮雕 太香了 就这种头子的味道 当时我一眨眼看上去 觉得这个配色 哇也太不日常了 又有红又紫又绿又蓝 但是等我实际用上眼之后 实际用过它之后 我觉得 这款眼影盘 真的是百搭 你要画什么眼妆都可以满足你 比如说我想画比较淡的妆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边几个 我想画比较浓的妆 用这边几个都可以 你想画什么色系的妆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你 比如说我今天的眼妆 我就是用了这个 作为大面积打底 然后用了这个颜色 作为一个眼尾加深 这个颜色用了一个提亮 8块钱想象力 就能打造不同的眼妆 这一盘它既有珠光色 有亚光色 亚光色的粉质 我觉得还可以 就普普通通的 但是珠光色太漂亮了 当你把这种珠光色 打眼皮上了之后 然后眼睛一眨一眨 就感觉你 这个眼睛啊 固者跟我含小星星的感觉 就很漂亮 其实我已经想不到 其他一些形容词了 眼影 画完之后是画眼线 眼线 真的 虽然是什么品牌寄给我 但是 真的是我的年度最爱 是橘朵的眼线叶笔 之前我很喜欢用的眼线叶笔 是那个Kiss Me的 因为它很直妆 出水很流畅 但是它价格去香港买的话 一直也要七八十块 这款橘朵眼睛 我觉得真的 完全可以替代Kiss Me的 这是棕色的 这是黑色的 能看到它出水也很顺畅 笔头是这样子的 是软腻适中 画在眼睛上的时候 不会觉得痛 所以它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性价比真的极高 我一天化妆下来 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 它也不会晕妆 我今年虽然用过的 有蛮多睫毛膏 但是这一款 还是在我心中 依旧是地名 Kiss Me的睫毛膏 如果你觉得它会藏你腿的话 麻烦你拿出你的纸巾 把上面的膏底 稍微擦一下 再上眼 这样子肯定 相信我 肯定不会有餐一腿了 为什么Kiss Me的睫毛膏 在我心目中 依旧是地名呢 因为我觉得 它有其他睫毛膏 没有的优点 我现在把这个睫毛夹翘了 然后我刷下去 等到我卸妆七八个小时之后 八九小时之后 我的睫毛依旧是很卷翘的 有些睫毛膏 我夹得好辛苦 夹得很翘了 然后一刷上去 立刻 拔下来 那我夹来干嘛 就是 然后高光方面 哦 新宠啊 这个ColorPod 色号是Large Money 这一款 当时候寄过来 又有点裂开 但是我一折的用 能看到我经常摸这一块 就熬下去了 它不是这么说 一上去就是一种很浮夸的高光 它是这种微微透出来的 并且这个高光 我觉得和这个土豆瓶眼影相比起来 它这个很弱软 当时候我说的土豆瓶也是很弱软 但是现在可能半年过去了 已经有点便便了 但是这一款高光 哇 还是好软 每次摸它都觉得 啊 好疗愈啊 首先第一支是这个CT的色号 是叫 World of Shame CT加包装依旧是很好看的 打开之后 你能看到它是一个很日常的 像豆沙 暗豆沙色 我们试个色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的话 总比较低调妆 或是你素颜想涂口红 提升气色的话 这个色号完全可以 暗豆沙色的 就是别人看你会觉得 哎 你是涂口红的 但是是一个很日常 是一个很知性很低调 并且它上嘴的时候 膏体非常的顺滑 然后不会把它干 我去年真的不是很了解 或是不是很喜欢豆沙系 那今年真的变了 女人呢 是善变的 今天我就一直想寻找一些豆沙色 可能是因为我善办缘故吧 我就想去寻找一些 能善办用的口红 下一支口红呢 不在我手边 为什么不在我手边呢 是因为真的太常用了它 我直接把它放在我爸的桌上 我忘记拿回来了 这欧莱雅的色号是220 之前有一支 然后丢了 后来我妈说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就用了两支 给了一支我妈给了一支我 我妈觉得那个色号也非常适合它 就稍微不会那么的明显 就是你看过去的话 你不仔细看 你觉得它没有涂口红 但是你觉得 这个人整个人的气色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再寻找一个 比它这个色号还要再低调的话 220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220我都快用完了 你是我唯一一款 即使我这个口红用完了 我还是想要去回购它的 并且欧莱雅这碗口红和这碗比起来 它稍微会润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220真的是 每个人都可以 都必须都一定要去运出的颜色 化妆比说完了 我说一些关于 也是我平常用到的东西吧 首先第一个 是Sigma的这个洗刷子神器 哇真的 太棒 为什么棒 后面有三个吸盘啊 你就可以把它吸在你的洗手台那边 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 打开 你能看到上面有一粒一粒的 有点凸起来的东西 只要把你这个刷子稍微弄湿 然后直接揉 这个上面一粒一粒的东西啊 就可以把你清洁 并且这个清洁造清洁度非常的好 你刷个大概5秒钟 整个刷子超级干净 你用完之后你也不会炸毛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洗刷子是气症 太适合懒人了 最后一个东西啊 是我目前有在吃的一个东西 这已经是我吃的第二瓶了 第一瓶空瓶了 就这一个叫做睡眠浇囊 在我10月份的时候 我睡眠之间超级差 就是我11点半上床 然后我可以折腾到两点钟 还是很精神 就眼睛还真的很大 这瓶你能看到还蛮多的 它是第二瓶 我最近比较少吃它了 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能把我 我整个生活中调整过来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先给你说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吃 就是你上床前的半个小时 你去吃两颗 然后等于上床之后 你会觉得有一个困意袭来 当有困意袭来的时候 麻烦你立刻放在手机睡觉 不要再玩手机了 有些小伙伴也和我一样觉得很好 有些小伙伴觉得它好像没什么作用 但是我们要明白它不是个催眠 要不是说你吃完 立刻马上就可以睡着 不是 它只是一个能帮助我们睡觉 所以当有着困意 稍稍一点点困意 你就麻烦一定要睡觉好不好 那么我大概吃了一个多月下来 把地瓶吃完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生物中能得到一个调节 就是一开始我可能是两点睡 然后慢慢就变成一点半 然后再过一次就一点 然后慢慢就变成十一点 像我现在目前啊 我大概是十一点半就睡觉了 只要有困意 麻烦一定要睡觉 不然的话你怎么吃它 才是没有作用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想愿分享的 我今年2018年的一些化妆品 还有一些生活小物的一些年度最爱 或是你今年有什么 你的年度最爱麻烦推荐给我 那么明年我就会一一去尝试一下 好 那么希望你们喜欢这种视频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